各位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义政经营 我们今天继续带来黄金白月的每日交易指南 今天是2024年的1月4号 首先我们看一下今天有什么重磅数据 那么这一周是非农周 所以今天晚上会有小非农数据 我们看到今天晚上的数据是比较密集的 连番轰炸 也就意味着今晚上的行情会来来回回大幅的一个启动 大家在交易观中一定不要去追单 算准这个点位机会再去做会好一点 晚上的20点30分会有美国11分挑战者企业裁员人数 这是一个反映就业的一个数据 同时在21点15分 9点15分会有美国11分ADP就业人数 这也就是小非农数据 还有21点30分会有美国的初勤失业金人数 也是反映美国就业的一个情况 同时在22点45分会有这个11分的服务业 PMI的一个中值 所以看到这一系列的数据 都是反映经济状况和就业数据的 所以今晚上大家重点关注数据行情为主 下面看一下今天有哪些基本面值得关注 首先看第一点就是巴以冲突的一个情况 巴以冲突我们看最近有一些变化 看三个新闻 第一个就是美国的参议院表示 国会不应该批准向已提供军援 这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第二点就是17名的白宫竞选助手呼吁拜登结束对 以的援助 可以看到美国的内部已经出现一定的分歧 他们不愿意再去支援以色列 或者说对于现在美国政客 大面积无条件的去支持以色列 已经有所反感 可以看到美国在这一方面 已经有部分的政客觉醒 那么内部的问题就很可能会缓解 美国对以色列的一个援助 或者说对以色列无条件这种援助 内部问题才是比较难以解决的一个问题 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多关注 可以看到后续的这个拜冲突 想要大规模的这种升级 我们看到概率不是很高 但是有一个新闻是当下的大家比较关注 那就是伊朗这边的发生了一个连环的爆炸案 并且造成了100多人一个死亡 目前的伊朗方面 我们在抖音各方面的平台已经看到 他们已经官宣了 认为这件事情是以色列造成的 要对以色列进行一个宣战 但是还没有实质性的这种军事行动 但是可以看到这个拜冲突 这是一个当下很有可能升级的一个点 如果说没有这个爆炸案 那么这个美国的内部也会出现问题 所以这个巴以冲突 我们现在要重点关注伊朗的一个变化 或者说伊朗的一个行动 如果说伊朗只是在口头上不断谴责 但是并没有真正的军事行动 慢慢的缓和下来 因为毕竟这个爆炸案发生了 高官肯定要发表言论的 对吧 肯定要做出一个姿态 那做完姿态以后 先做姿态安抚民众 后续要不要做军事行动呢 这是另当别论的 所以我们要持续的关注 那就目前去看黄金的一个上涨 也就暗示的这个市场 还是比较担忧的 所以这就是一个拜冲突 既存在缓解的迹象 又有突发性的一个事件 可以看到这个中东的一个危机 或者说中东整体的一个困局 还没有缓解这种迹象 后续的还要持续的关注 而红海风波方面 我们看到近期 并没有很多很重磅的一个事件 我们看一下其他基本面 首先第一点 就是这个地缘冲突 难以支撑美国的油价 那么这个是华尔街的一个声音 近几日在利比亚原油供应出现中断 中东地缘政治风险加剧等因素之下 国际油价出现了短期的上行 正确来说是昨天晚上出现一波上涨 加上今天的一个上涨 就是这两天才出现一个上涨而已 我们看一下华尔街目前是怎么去判断 华尔街的主流投行仍然认为 2024年国际油价难以大涨 美国的能源股呢 今年依然前景不乐观 瑞汇证券的下调了 8家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商的评级 并大幅下调其他多家石油和天然气 生产商的目标价 这表明了这个机构并不太看好 未来能源股和油价的一个前景 那么他们分析师表示呢 尽管地缘政治局势加剧 但是石油的供应充足的前景呢 仍将阻止原油价格大幅的上涨 那么他们认为了2024年全年呢 油价总体将维持横盘震荡 而摩根大同分析师也预计啊 鉴于充足的食物供应 原油价格上涨的空间仍有限 华尔街的主流投行 总体上仍然强调 非欧配各家国家的不断增加原油产量 可能超过全球的一个需求 所以我们看到华尔街的现在普遍呢 对这个地缘冲突的一个关注度呢 有所下降 并且对这个地缘冲突的未来发展趋势呢 并不太看好 反而回归到了一个本质 那就是原油的供需关系 我们看到这个欧配各尔本身已经有所什么 内部不团结 对吧 这个安格拉呢 也不断的加大这个原油的产量 而西方呢 也在寻求不同地区的这个原油增产 对吧 像这个美国啊 是不断的增产 还有这个美国扶持这个委内瑞拉也在不断的生产 所以这个原油啊 从供需关系上去看 目前呢 原油的确是没有很大的一个上涨 那么之前这个原油我们已经讲过 对吧 很难再上100美元了 看到这个今年啊 有没有很多的机会上100 几乎很难上 所以他们讲的这个维持横盘震荡 我们是比较认可的啊 这个点呢 大家可以关注 具体在震荡哪一个区间呢 你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疫症经营的节目 我们在后续呢 会不断分享这一类的区间 第二点 我们看一下这个美国等国呢 警告胡塞武装啊 我们看到周三啊 美国等十多个国家警告伊朗支持的野门胡塞武装 不要继续袭击鸿海的船只 否则将面临后果 胡塞武装的持续时机 已经咬乱了全球的贸易 并引发了美国军事的一个回应 我们看有哪些要点啊 他们表示呢 如果胡塞武装威胁到生命 威胁到全球经济地区关键水道的商业自由 他们将承担后果啊 包括美国 英国、澳大利亚、巴林、比利时、加拿大、丹麦、德国、意大利、日本、河南、新西兰和新加坡在内的各国政府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一种表示是不是今天才有 并不是啊 其实刚爆发没多久啊 很多国家就已经开始有类似这种观点 因美国等国家的要求啊 联合国安理会的周三召开了会议讨论鸿海的袭击事件 那么这个讨论结果有没有啊 我们看到了并没有相关的文章或者新闻啊 报道出来 所以说它处于一个什么 讨论阶段 我们知道这个联合国安理会呢 很多的讨论的议题啊 最终其实很多都难以落实 所以它只是一个讨论表明姿态的一个场所而已 并不能构成实质性的这种阻碍 也能涂晒武装的一个行动 虽然这些国家承诺让恶意行为者对非法扣押和袭击负责 但并没有表明啊 除美国牵头的海军特遣部队之外 还将采取任何措施 可以看到没有都是一些嘴炮 之前是表示了美国及其盟友啊 正在考虑对野门胡塞武装发动军事打击 因为他们认为啊海上特遣部队可能不满足消除红海的危机 这里说的考虑发动军事打击是打击本土 就是去到人家的也去到领土里面去做一个打击 而不是在海上进行一个周旋 如果说这一步真的迈出去了 那么这个中东地区呢 当然会去乱移局 但是目前的状况去看啊 美国呢一直希望避免在野门恢复大规模的战争啊 所以通关这个警告啊 我们的观点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警告谴责是一个常态 并没有强调或者给出后续特别明显的这种后续动作 并且美国也不愿意独自发生战争 所以呢现在是处于什么阶段 处于拉帮结派创造舆论的阶段过程中 但是我们知道野门胡塞武装也是非常强硬的 他们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对吧 虽然这个美国等各国的一个警告呢 我们认为不会有很多的后续动作 除非这个野门胡塞武装真的出现这种乱打 不管什么样的船只都去打击 那这种是人神共愤的 但是野门胡塞武装非常的克制 并没有刻意的乱来 最后点我们看一下昨天晚上这个美联储的会议纪要啊 这北京时间周四凌晨呢 美联储如期发布了十月份的会议纪要 那么这个会议纪要呢 我们看一下美联储的官员呢 到底讲什么 那么这一份会议纪要呢 显示出啊 美联储逐步转向降息的个姿态是没有变的 就是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啊 但是呢这一份材料里面啊 根据他们官员的个表态 很难支撑起啊 整个华尔街对未来2024年会降息150个基点的热切希望 也就是说 大家所盼望的啊 美国可能会在2024年大幅降息这个概率或者说愿望是落空的 就是说美国可能会稍微降一点息啊去做一个试探 因此呢这个会议纪要之后我们看到这个美元啊 或者说美国的10年期美债收益率也是不断的一个上涨 黄金呢也出现一个上涨 但这个会议纪要呢 有一个点是比较重要 就是与会者啊提到什么 提到了停止缩表这个事件 我们知道这个美联储呢除了加息之外呢 还在不断的去缩表 而且这个缩表的步伐是没有变的啊 每个月达到多少 600亿美元到900亿美元 这个量是非常大 并且在2023年印第元当中呢已经收了大概1万亿美元 这个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美联储会议纪要呢 我们可以看到纵观整篇啊 就是第一个降息的预期呢大打折扣 第二点呢美联储已经开始考虑要不要去停止缩表 那么这一系列的一个步伐呢 我们看到是和市场预测差不多 只是这个力度啊发生了改变 总体大方向不变啊 大框架不变啊 力度变的情况之下呢 不足以支撑这个黄金 因为这个消息而出现大幅上涨 后续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下经济数据 因为这个会议纪要也显示了 他们也会持续关注相关的经营数据 所以荆州的飞龙 小飞龙啊 这些数据呢还是比较关键的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一个基本面啊 还没有关注我们益政经营朋友 点点关注 关注益政经营 黄金百元投资不迷路 下面进行技术分析 我们用K线法则交系统呢 给他去做个解盘 那么K线法交系统 我们是以K线的规律啊 去识别盘面 以K线法则给到的支撑和阻力呢 去做交易 以K线的一个细节呢 去做一个下单 所以呢大家想要学习这个K线法 如果说你看不懂行情 看不懂K线 那么欢迎大家学习我们的K线法的交系统 只要加我们的会员啊 就可以免费学习 我们先看一下市场投情绪 那么今天的市场投情绪呢 我们看到美元呢 看涨情绪是51.5% 看跌情绪48.49% 黄金的看涨情绪是51.13% 看跌情绪是49.87% 可以看到啊 两个的市场情绪啊 并没有发生改变 就是说现在市场发生这么多事情 市场的交易的氛围啊 没有发生改变啊 大家对这些消息的判断呢 都处于一个模拟两可当中啊 就是一些短线交易 虽然我们的交易原则还是不变的 黄金有大涨 那你就可以考虑去做空 有大跌 你就可以去做多啊 低吸高抛为主啊 这个是不变的 我们首先看一下黄金的实物图 黄金在实物图里面 首先明确一点 就是昨天晚上这一波的下跌啊 已经完全走完了我们的法则 完全走完法则意味什么 因为这个是跌到位了 昨天上我们讲的是什么 这个204850啊 这位置有一个支撑 破位的话 要看跌到多少看跌到2035附近 对吧 在这个价格区间 看到没有 在这位就会看涨 虽然呢 这个黄金呢 今晚上呢 根据我们的法则啊 上方的主要有两个 第一个是2051和2053啊 这个区间 这个位置是当下第一个主力位 在这个主力位里面呢 黄金呢 如果说是先涨后跌啊 某某林两可 在这位出现一个空头的K线 那我们会考虑在这位置做空 那至于什么是空头K线啊 你可以加我们的会员啊 我们的法则里面呢 有教学 如果说它大阳线直接突破 击穿上去 那么会看到下一个目标 就是2062和2064 那根据我们的判断呢 今晚上这个黄金呢 去到这个206264的概率 不是很高 但是呢 会假突破这个2053 比如说2035是一个支撑位 但是它会稍微假突破几美金 因此呢 这个往上算一下 大概会去叫5556啊 这个位置呢 有可能会回调 如果说突破快速的回调 那么回到这个价格区间呢 我们才考虑啊 去做空 否则啊 如果突破以后 手腕同时站稳呢 我们会继续看涨到这个2064和62 但是如果说能到2064和62 你可以大胆的去做空啊 这个位置是不变的 因为市场的氛围没有变 这个位置大涨 在这个位置你就可以去做空单 所以环境的交易线 就比较简单啊 要关注这个上涨的阻力位呢 能不能出现很明显 这种空头的K线 有出现 有这种表现 有这种行为呢 我们再去做空 否则现在呢 我们会继续的看涨 看涨到这个2052 2053这些价格附近 我们看下原油啊 原油呢 根据我们的法则啊 今天的最大阻力是在哪里呢 是在73.9和74.5 这个价格区间 可以看到了 现在已经摸到这个阻力位 有所回调 那么这个原油的近期的利多比较多 是吧 有很多的退出这个欧佩克 这是一个很大消息 所以刺激它一波上涨 但是整体的市场氛围 其实还是没有一边倒的这种局势出现 对吗 因此啊 这个原油今晚上呢 我们认为会在74.2 74.5这个区间呢 会形成一个阻力啊 想做空 可以在这个区间考虑去做空 那具体什么价格做空啊 要看它的一个表现 这位置震荡 回抽啊 有这种空头的时候 我们才会在这位置啊 考虑去做空 那就目前去看呢 下方支撑有两个 第一个是72.28和72.84 那我们认为在小飞龙之前啊 这个原油呢 跌穿这个72.8的概率啊 不是很高 所以呢 如果是在小飞龙之前 它提前跌了 比如说现在是摸到一个阻力位 对吧 有回调很正常 提前跌到这个位置 你可以买涨 在这个位置做一个震荡 大跌的概率高不高呢 目前四小图啊 它是一个多头法则 所以大跌的概率 目前去看还不是很高啊 要出空头信号呢 我们才会看它出现一个大跌 所以现在这个原油呢 我们是看一个震荡为主啊 震荡为主 我们跟下白银啊 白银呢 今天晚上的多分界是在23.17 这个价格 就是说今天晚上这个白银 不突破23.17了 我们不看大涨 不看大涨 所以当下呢 它其实处于一个空头的法则里面 所以呢 这个白银呢 交易很简单啊 你先以这个23.17啊 作为一个做空的参考 比如说去到21.15以上 21.15附近 21.17啊 这价格附近 你可以去做空啊 止损呢 可以放在这个23.25 或者说23.20啊 这价格区间 也就是这位置 我们是看震荡 到这个价格附近呢 做空 为什么呢 因为你破了一个法则 理论上这个白银呢 很可能会回到这个21.66附近啊 这是一个法则的一个目标 所以今晚上能不能破这个 它能够能够 如果说能够有效的突破 回抽了 我们再考虑去做多 没有这种看涨信号呢 我们就先不要去猜 它现在是一个底部 它是要反转 我们看一下美元啊 美元在赛口图里面呢 现在的法则是一个空头法则 根据我们的法则呢 下方有可能会跌到 下方的支撑有两个 第一个是101.77 第二个是101.31 这两个价格 那今天晚上这个美元呢 有小费浓 但是我们认为 即便有小费浓啊 因为近 因为这一周很多数据 都让这个美元持续上涨 虽然即便有小费浓啊 我们认为跌穿101.3的概率 不是很高 也就是说跌破法则的概率 不是很高 有可能先踩这个101.76 这个位置啊 如果说数据是利多的 那就直接涨了去了 会在这个区间里面 做一个震荡 在这些支撑位置啊 做一些震荡 想做多朋友 可以参考101.77 这个叫我去买涨 如果说数据公布以后 有快速的下压 那么你可以在101.3附近呢 去买涨 每次交易的都要严格止损 好 以上就是我们 K系法则带来的解盘信息 总体去看呢 黄金和原油啊 还没有涨完 还有上涨的一个空间 还没有摸到这个阻力 但是我们也看不到 有明确这种暴涨 或者是反转性的大涨 依然是一个低息高抛的思路 好 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记得点赞加关注 一键三连 有任何问题啊 可以在评论区 我们沟通交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